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昨天 讲到 修学的 根本 就是如何真正做到沉浸之心 对于是非邪正善无 要有很清楚的辨别 这一桩事情本来就不容易 古时候 有很好的教育 虽然 虽然 古代 学校 并不普及 但是 做父母的 都会 教导 做父母的儿女 这个责任感跟现在人不一样 古人一般都非常重视 而社会的风气 淳厚 普遍的 存在着 存在着能力道德的概念 而中国古时候 圣贤人的教导 我们在 我们在 五种仪归里面可以看到 现在 送给诸位的 礼器 滑落 这个里面呢 也能够看到 可是 民国以来 古时候 教学的理念 被否定 普遍的 普遍的 接受 西方人的 这个观念 西方人 是个功利主义 对于能力道德 他们认识不清楚啊 中国受这个影响很大 于是 这一代的年轻人 从小没有人教 没有人讲 社会 也不注重 也不提倡 那么 五十阶以来的烦恼吸气 这是在里面 五余六成 在外面诱惑 怎么能不动心 怎么能不起念头 这个环境当中 真正不起心 不动念 那就不是凡夫了 这个人 决定是 复复造再来的 如果是凡夫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桩事情 只有少数 多古书的老先生 偶尔还谈谈 佛门里面 佛门里面 老佛上讲经说法 也偶尔提到一些 往后 就很难讲了 从这个现象 我们真正体会到 世尊为什么法运 有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 不如一个阶段 每一框雨下了 这个原因 我们总算是明白了 善法没人教导 实在是 不是没有人教啊 没有人肯听 没有人肯舌了 没有人肯接受了 所以诸佛菩萨 帮助众生 必须要用另一种方式 另一种方式 那是极高度的智慧 而且是难度高 效果也不大 这个就是 《四舍法》里面的 立心同似 真正是慈悲到了基础啊 我们今天 所做的四页 所做的四页 集成 这个理念 集成 这个道统 舍己为人 这就 世间一般人的 理念来说 自己要做重大的牺牲 远离明文立养 远离无余六成 为什么呢 为求一切众生的幸福 所以这几年 我们在过地方 讲经 说法 把这个总题目 采取北四大老师们提出的两句 学为人思 行为示范 这两句话 确实就是菩萨心 菩萨心 思表率 犯是好样子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能不能跟现代世间人做个好榜样 要为别人做好榜样 自己一定要遵守伦理道德 要遵守圣贤人的教会 金要熟读 礼要深思 然后将神仙的教会落实 世界人可以过富裕的生活 可以享受世界人所谓的乐趣 这个乐趣的后果 如何呢 有没有想到 他们没有想到 我们想到了 如果这种享受 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诸位要知道 这个享受是短暂的 佛经里头有比喻 刀头是密 不值得的 所以诸佛菩萨为我们的实现 都是实现苦行 很有道理 实现苦行的目的 给诸位说 是为了末法时期的众生 佛在正法时候 就给末法时期众生做好榜样 告诉我们 唯有过这种生活 这种行驶 我们的德行 才能保得住 愚不可重 古人家 情欲 从极微之处 升起来 刚刚升 容易控制 尽忠的祖师大德教给我们 一念阿弥陀佛 就把这个威气的念头 打掉 要知道厉害的事 这在经上 常常跟同学们说 我们无量级 在生死里头流转 求除无欺 苦不堪眼的 这一生遇到佛法 遇到佛法里面最殊胜的 禁宗法门 这就是说明 这就是说明 在这一生当中 有机会超越六大轮回 有机会 没有特立是法界的 这个机会遇到不容易 遇到之后 我们能不能脱离 关键在一念之间 这一念要保住 念念佛 念佛 为什么叫你念佛 念佛就是保住 念念佛 成就的人多 成就的人毕竟是少数 为什么多数人不能成就 他不知道厉害 厉害得实 他没搞清楚 所以他的念头 还是细在五欲流程上 不能彻底放下 这样把一生的机会错过 非常可惜 为什么天天要读经 天天要讲经 实际上道理很简单 就是怕我们忘掉了 就是怕我们一时大意 又把事情做错了 听天讲 我们这个培训班 人数虽然不多 我们继承 祝佛菩萨的使命 把这个道理 这个四十真相 介绍给一切大众 介绍给一切大众 我们要想帮助别人 首先自己的搞清楚 搞明白 搞透彻 才有能力帮助人们 这个事情 佛家常讲 这五量功德 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自己不明白 不透彻 怎么能帮助别人 所以天天讲 天天研究讨论 还压不住自己的烦恼 这才晓得自己烦恼稀奇是多么的深重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再努力奇而不识 所以我们培训班的同学 比一般学佛的人 这个语音要殊胜的太多了 我们每天都很认真 努力在做 我们所传授的 江台的技术 那么我所给诸位同学提示的 德行 比技术还重要 这是早年 我在那一天讲学 这个修学药林里面 说过 德行占百分之九十 技术充其量不够占百分之十而已 德行的修养 一定要靠自己 这种事情 别人帮不上 这些技巧 别人可以帮助 那么修养自己的德行 经论里面 说的太多了 大家现在都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自识至终 每一评都说到 说的最多的 说的最具体的 三十二评到三十七评 这些教会 在佛法里面 叫行法 佛法 有四大类 教理以行果 这行法 行法一定要落实 修行的方法 如果不落实 那是别说了 不落实 决定得不到受用 唯有落实之后 你才能得到佛法 真正的礼仪 那是古了 所以教理行果 虽然说的是四双四 实际上是一双 一二四四而已 感应篇 底下一句教给我们 吉德雷工 小柱里面 小柱里面第一句话 就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德 什么叫功 存心 是德 落实在四项上 这叫功 谁得不吉 就不厚啊 功不累 就不大了 我们看 诸佛菩萨 无量皆来 生生生世世 他们所做的 这四个字 包括进 他们所做的 就是吉功 累得 为谁 吉功 为谁 累得 为一切众生 不为自己 这才真正是 大德 大功 我们要效法 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了解一个四十真相 虚空罚界 一切众生 是自己 所以他才做 我们不知道四十真相 所以才有妄想分别之主 只顾一生 不顾大众 总以为 一生跟大众 是两回思绪 只知道自利 不知道利他 不晓得利他是真正的自利 自利实实在在是自害 只有利他才是自利 自利之害 就是六道轮回 就是三途我道 那么这部感应篇 汇编里面 内容非常丰富 注解 引证 这个本子 也是经过好几代 不断的增加了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本子 相当完善的本子 多读啊 多想想 要认真 努力 去学习 学佛 学菩萨 从这个地方学起 我们的心 像不像菩萨 我们的行为 像不像菩萨 常常想着 其心动念 立刻就知道 我这个念头 佛菩萨 许不许可 我这个话 该不该说 我这个事情 该不该做 这是个标准 感应篇 汇编 是最低的标准 学佛 就从这个地方学起 应足一声 极力提倡 道理就在此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是最低的标准的标准的标准是 这一天 是最高的标准的标准的标准 在这一天 是最低的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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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